我们现在谈论一个课题 近期也很热,就是新股 因为过十只股票排队招印股 或者今周会挂牌 先和Rit King谈论一只腾胜博弱 2137是一只B股 为何谈论这只股票? 因为今天截止认购 反应也很热烈 超额认购106倍 孖展金额260亿左右 入场费是11,237元 Rit,你可否简单介绍一下 这只股份的业务是什么? 以及是否一个高增长的业务? 这只股份的腾胜博弱 最主要是一个药品研发商 有两方面主打药品 包括月形干年的药品 以及医疗免疫力系统失衡的 外脂病 简单来解释的药品 市面上当然有同样的药品 但他们研发的方向 希望减低患者的伏食次数 以及他们的成本 所以譬如说 很简单 如形干年药品 现在现行的 可能是每天都会吃药 他们现行中的药品 可能只需要一个星期 服药一次 希望减低药品的需求量 以及服药次数 所以是一个新治疗方式 减轻对病人的心理上 以及生理上的负担 这也正正是内地的病患者 人数是稳定增长的 但当然 刚才有什么急速的增长 就一定不是 刚才也说了 其实他们对药品 是一些叫做完善的 药品的推出 不是由零到一的突破 所以整体来说 它的市场很庞大 亦是长度长有 好像人生病就发财 但真的长度长有 所以整个市场的稳定增长 是前景的 但也要注意 它是一种B股 没有收入美药盈利 还有其他医药品的研发 除了刚才说的 胺脂病肛营药之外 其实它还有做 新冠病肺炎的药品 大部分都是进入临床二期 其实还有需要一段阶段 例如到下一阶段 临床三期的实验 然后再去承交药管局 去做审批 申请上市的许可 其实估计可能需要 至少一年两年的时间 可能一些商品 才会正式商业化 所以我真的需要一些耐性 去等待药品 真正有收入来源 所以其实是需要耐性 但是前景是乐观的 其实竞争都会很大 因为你不是学习所说 不是一个零到一的药品的推出 而是完善现行市场的药品 市场的营兽性要慢慢接受 当商业化的时候 还有你的药品能不能够 立在国家药品保险的目录里 可以令到减轻病人负担 这个也是另一个审批的层次 所以真的回报的期 可能会比较久一点 中长线来说 业务都可以的 但是可能要有些耐性 是的 所以这类型股份 B股上市那段时间的走势 真的很似乎当时挂牌的市况 如果当时市况 可能近期是这样的 因为近期大家知道 市场对医疗股是非常提好的 几个新股 大家都发达了 如果未来市况和现在差不多 股份可能是挂牌 加上认购反应也很不错 可能也有一个不错的胜幅 所以很留意在临近垢盘 或者上市时期的市况是怎样的 建不建议入票呢? 简单的一句 我建议建议可以入票 是的 可以拼拼 我想你中的中签率率也不会太高 中签率也是一个问题 是的 今天截止认咎 其实看大部分银行和证券行 现在9点14分 9点就截了 有些是8点 如果投资者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白表 或者有一个IPO的APP 或者是HKEIPO.HK 都可以12点前交表